原来厨房内的瓶瓶罐罐 只要经过清洗干净 就可以变成可用的回收资源 很简单的玻璃瓶还要分色 那盖子也要分材菌 那一个简单的锅盖 它也可以分成很多很多的细木 平时在家当家庭主妇 个个都是烹饪高手 先进来到慈祭环保教育站回收 大家就像国小新生 重新学习 我发现到那个电视台有广告的 那个饼干盒 底盒 那个绝对都是屁屁的 都没有残杂无毒的 所以它还可以再回收利用 做起来心情蛮好 让我们的一些人知道说 这个东西无缘于那么多 还有塑胶带 看到塑胶带堆积如山 大家也相互勉励 往后定要减少使用 最好刺贝购物袋 才可以减少塑胶带使用 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好 大家新闻珍夏美志工 郭彩儿 吴明璋 刘家志 高雄报道 两场的爱心行动 都是慈祭骨捐验血的 干细胞捐赠验血建党活动 先看看在花莲 一位布农族导演 事前做足了功课而来 这个爱心之举也可能帮助了 日后生病的族人 再打托验 再打托验